游戏王自断盘点 2.青眼 青眼是一个很经典的自断 因为在动漫中是海马社长的卡组 所以拥有大量粉丝 甚至在游戏王绝多链接中 就有三个不同版本的青眼白龙 这个自断的第一张卡牌 就是青眼白龙本体 后期在有了白玲珑 青眼亚白龙等卡牌加入之后 整体卡组强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黑魔术师 黑魔术师是动漫中游戏使用的卡牌 当时这张卡牌的强度很高 算是前期游戏的王牌之一 但是带有黑魔术师自断的卡牌 出现的时间就要晚了许多 直到混沌的黑魔术师 黑魔术的木连等卡牌的出现 才真正建立起 以黑魔术师为核心的卡组 而现在黑魔术师卡组 更是衍生出了 仪式召唤 融合召唤等多种玩法 在游戏中很受大家的欢迎 融合 融合是游戏王多种特殊召唤方式的一种 也是目前游戏中最主流的玩法 而魔法卡融合 则是大部分融合怪兽登场 所需要的条件之一 也是融合卡段最早出现的卡牌 除了用魔法卡融合来融合怪兽之外 还有许多像新羽霞 剑斗兽系列 这种不需要融合 就可以进行融合召唤的怪兽 使得融合的玩法更加具有灵活性 卡通 卡通是游戏中的大自断之一 也是游戏王系列第一个 Boss被卡斯卡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卡通系列首次登场的卡 是卡通鳄鱼 它也是唯一不带卡通怪兽类别的 卡通系列怪兽 虽然卡通自断知名度很高 但是强度呢一直都比较一般 原因就是 大部分卡通怪兽 都有在召唤反准召唤 特殊召唤的回合不能攻击 卡通世界破坏时 这张卡破坏的副效果 而卡通世界也是游戏王历史上不多见的 卡片本身完全没有效果的卡牌